嘿 大家好 我是財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你們也知道現在幾點嗎 晚上的四點 又要夜襲一下深夜的蝦場了 因為這間蝦場晚上很精彩 它晚上的底還蠻厚的 在網路上我找到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他通常都在蝦場半夜出沒 這個人很神秘 他不只掉下厲害 他還有某方面很厲害 歡迎我們的亞洲車神 哈囉 看起來很累 今天是我要找你PK 聽說他很厲害 就很喜歡研究一些東西 為什麼都要半夜釣 一開始我在剛學釣蝦的時候 我個人比較好面子 我很怕釣不好 喜歡就是比較親近的時候 因為釣蝦對我來說 它是可以讓我很專心 focus在一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不喜歡釣很多的時候 所以都選在這種半夜的時間 然後有時候 當我自己在開車遇到什麼瓶頸 我幹嘛那些 我就會想要藉由釣蝦 讓自己冷靜一下這樣子 開車會遇到什麼樣的瓶頸 車的設定上的問題啊 你半夜睡不著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想說 就把星星哼成歌就好啦 睡不著覺 把心情哼成歌 我為什麼會找你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你亞洲車神耶 比賽冠軍耶 好歹我也是個冠軍 什麼冠軍 家族杯的馬力歐賽車冠軍凶手 失禁 沒有啦其實開車這種東西也是 我覺得要你懂得去研究它 我很喜歡釣蝦 因為我覺得它跟開車很像 它很多變數 哦對 今天輸贏其實是有懲罰的 什麼懲罰 甩尾啊我也會耶 我跟你講今天的輸贏呢 就是誰贏 誰帥誰 好比賽開始 那我們今天遊戲規則就是 釣組就是自己習慣的沒關係 然後呢我們就是比賽看 支數 要一個小時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吧 哎呀開槍好輕喔 不用那麼大力啊 什麼蝦子 我都往私裡打耶 哈哈哈哈 吊箱那種東西 它就跟開車真的很像 太多的那一些動作 反正它回饋給你東西是不好的 哦 多了 對 你吊下吊多久啦 沒有一年多 一年多而已啊 對 叫學姐 哈哈哈開玩笑 現在2比0 2比0 好 因為現在2比0了 所以呢 我們要擾亂對手 而且我要瘋狂跟他聊天 哈哈哈哈 你當初為什麼會踏入賽車這個領域呢 你說甩尾嗎 對啊 為什麼會踏入甩尾 對 完蛋了這個招沒用 他還是照樣打得到 以前男孩子嘛 因為男孩子多少 所以那種速度啊 輪子的東西都有 一個喜好 哦 這好像我小時候 大概5年級還是4年級 就開始甩尾了嗎 其實我自己活著 小學耶 然後就開始壓車了 哈哈哈 那因為我們家做菜市場嘛 我旁邊小學 6年級我就偷開我爸的車 這能這能播嗎 因為我爸那時候缺功能 嗯 然後我就長得很老成 嗯 那時候我就開車幫他送貨 開始送貨是國一還國二 人家問我開車才幾年 說開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 對 也就是那個時候很喜歡開車這件事 哦 以前從外去那裡算是飆車主 就是晚上都會很多車進來跑 直線加速 哦 我去的時候我開了一台 BMW146標誌 開一台這個車 然後改裝改了大概兩三百萬 我去到那邊卻沒人看過 反而是穿著吊嘎的那個 那種大叔開了一台亂改人車 然後在那邊繞圈圈 然後旁邊的女孩子就一直在那邊尖叫 我就覺得不對 所以我當時才會覺得說這個是 發源才是我想要的 哦 當下我就覺得說 我要成為那樣的人 對 哦 其實蠻大的耶 對啊 好了我知道你很大 這是公俠耶 我們最喜歡這一種了 父母下的前跳公俠 那你蝦竿總共幾隻 我會放進去嗎 哈哈哈哈 等一下老婆不能知道嗎 四五十隻應該 我的個性是這樣 就是 當它沒有了我會慌張 以下你剛剛看到那個甜品 我可以在一馬都有八個五下 你覺得你不是有收集的癖好嗎 這算收集的癖好嗎 我們女生想法想說 反正到時候還會再出新的嘛 啊好啦我喜新厭舊吧 我想問一下 甩尾比賽它的賽制有什麼 有分一個solo solo就是一台車在跑的時候 然後它會有一些計分區 所謂的計分是怎麼計分 就是你一台車在跑的流暢很多 有沒有頓點 油門的表現 你的油如果是這樣一直這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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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哪一種是比較高分的 啊啊那一種的 就是你控制油門 那你掉蝦的最高紀錄是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四斤 一個小時四斤 很多耶 誇張耶 完蛋了我的速度用不到了 那時候是忙到一個沒辦法講話 那你們比賽前可以先去那個場子練習嗎 因為我覺得這跟場子要很大的關係 你要熟悉 因為我在大陸比賽 還有在台灣比賽 嗯 相對的都很方便很 最難的地方是在日本 怎麼說 它這個賽道是這樣 就是因為提前先知道這個賽道的樣子 可是你不能跑 再來是它開始開放到你練習的時候 每一組的練習時間只有15分鐘 好短喔15分鐘 對像我剛剛講的15分鐘 大概你可以跑到三圈 然後它那個15分鐘 包括這個故障排除 包括在裡面 所以沒有暫停 沒有暫停 欸這甩尾界 女性多嗎 少 還是有 有興趣 我要學阿智不讓蝦 母蝦讓什麼讓是不是 公蝦會不讓 不行耶 那你掉過大公嗎 公蝦只要不讓啊 肯定在你面前掉下去 可是我覺得今天會噴掉 有一定它的屬物在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你整個 掉蝦的流程順暢 你覺得你這個力道不需要再讓蝦 而且我掉下來 跟蝦巴比較像 只是不習慣 不尋蝦 我有發現 蝦巴也不尋蝦 這是比賽我要尋蝦 而且我現在嚴重落後 雖然這一場輸得很甘願 所以我現在是贏好嗎 真的 這個小氣泡很討厭 不必喔 這太悲快了吧 不好說 還在還在 快很準 我現在是幾點了 好了我們時間也到了 我們時間也到了 然後我應該有一個壓秒下 打太用力了 好啦好啦時間到了 我覺得很明顯還要看嗎 很明顯什麼 很明顯我想要被甩 超弱的 2 4 6 9隻 我的對手好秋喔 多到說這怎麼算 我看我看 10隻啦 就多一隻而已 2 4 6 12 13 13比9 我輸得心甘情願 而且本人其實是個願賭服輸的人 是 講得好像自己是故意輸的 沒有我是真的輸了 它掉蝦真的是有超乎我預期的專業 很難相信你只有玩過一年的掉蝦 有前段時間是因為我常去大陸工作 回到台灣就沒事嘛 那沒事的話就來掉蝦這樣子 然後進而再去研究股票該怎麼配啊 我自己跟龜拔交情的不錯 龜拔也會分享一些想法給我這樣子 他個性跟龜拔很相 就是對一件事情就很專精的去做啦 他都會研究得很近那樣子 那現在所以呢 我現在贏了以後 就要麻煩你 我們就要開始進懲罰了 這是懲罰嗎 其實是自肥啦 這算懲罰嗎 你是懲罰 他還要花錢去開車載我 對 練習也不少錢 就是噴相近十萬元的那樣練習耶 那我們就有刻不容緩 我們進懲罰 GO 嘿 來到了懲罰的場地了 是的 其實我是懲罰的心甘情願 為什麼 我沒有坐過車神的車啊 沒有啦 其實這台車也算是 在台灣甩尾街來說 甚至是 第一個新的里程碑這樣子 對 我累積的就是在日本比賽經驗 還有在大陸比賽經驗 然後把所有的優點集結於這一生 哇更期待了 那它跟一般的轎車會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如果說可以看到車子裡面 我們剛剛都可以看到 就是它有一些防滾龍啊 安全的設備啊 然後賽車椅啊 安全帶啊 這些都是屬於安全的部分 跟一般車有什麼不一樣啊 其實它整台都不一樣 就只有外型更像一般車而已 而且它是要不要輕量化 因為沒有後面兩個位置 不只輕量化 它從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車門的位置 你可以稍微去拉它一下 就很輕啊 這個車門是已經是FRP的 空 就是有點類似像纖維的東西 它是已經比鐵還要再輕的東西 可是它又有強度 對然後玻璃也是用成壓克力的 對 並不是一般的玻璃 像我們在日本比賽的時候 它會要求說如果你是原廠玻璃道 它一定要貼你一個保護膜 對 怕你撞到的時候防爆 會傷到駕駛者 然後再來是壓克力 是還有一個輕量化的優勢 對 再來就是內裝呢 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極簡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又連儀表板都沒有 對 欸厲害的東西來囉 它還沒有方向盤 像我們賽車來說啊 有時候我們椅子會比較憋一點 然後再來是像我人高馬大的 我可能進去我就不好進出 我有個方向盤 那方向盤通常都是會選用像這樣子 可以快拆的 就是我只要坐上去 我上下車方便 然後可以拆它這樣子 這個都是屬於賽車的一個標準的配備 了解 對像我們這個車 還有配一個車類的面具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一般車也都要配 標配 我們從駕駛艙裡面看出去 往前面看 我們是不是跟引擎室隔離 對 完全看不到縫 我的油桶在後面 所以有任何會發生火燒的情況之下 駕駛艙它是被包住的 這個開關可以拉 有沒有一個Flyer 那個地方你把它拉起來以後 前面就會噴滅火氣 然後後面也會噴 它的安全措施做得很足欸 那我小時候看那個電影啊 SKY哥有說人要比車兇 嗯 有聽過那個 我會把它理解成就是 就好像我們在釣蝦一樣 你拿了一個非常厲害的繩竿 可是你不會懂得看訊號 你不會懂得看怎麼樣 你就浪費了這把繩竿 所以你要可以抄架這個繩竿 所以人要比車兇的原因是 你要懂得去如何操控這台車 而不是說把它做出來 然後你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自己都不了解車子 你怎麼去操控它 對知己知彼才可以百戰百勝 對 欸 有沒有看過喔 有 我們現在來的這個地方啊 就是百戰百勝的舊址 以前牙關就是這裡的樹翼啊 樹翼那個就俱樂部 我們現在就是算是台灣一個 正規的一個漂移場地 只有這裡嗎 大鵬灣是不是 大鵬灣 還是它其實是單程的賽道 賽道而已 大鵬灣是賽道而已 可是大鵬灣現在也沒啦 這台灣賽事好可憐 你是勝這筆 對啊 真的 我看人家那個 都跑到國外了 大陸圈頭 我覺得大家就棒球的啊 雨球的啊 籃球的啊 怕雨球 那個就一大堆有沒有 就那個場地一大堆 可是我們這個車子就是 賽車場這部分資源 好像比較匱乏一點 對 因為就是政府的原因 就是沒有場地啊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 消極一點 我覺得應該是要先正面積極 你看我這台車 前前後弄起來大概400多萬 我是車上算得到的 還不包含就是重復花的 所謂重復花就是 比如說我有申請 輪胎跟Lanking 是贊助商給的 所以是還好 那一年給我100條 一年100條 對啊 所以可以盡情的燒 也不行 也不行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場地 我跑一圈 我一套輪胎 我只能跑三趟 這輪胎就沒了 一套三圈 成本好高喔 一桶油的錢好像 我沒記錯好像是一萬多塊 這樣跑一圈成本很高耶 好險我輸了 好險你輸了 我跟你講你輸的話 我就開我的School打賽 對 好啦我們準備上車啦 OK GO 各位觀眾朋友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會安裝嗎 準備了去挑營 謝謝 謝謝 我 fantastic 你在發的 因為 聽著 有人 凍來了 我們 沒有 不會 不是 bereits 三個 呢 好 好 第一次體驗完 我覺得很好玩耶 一般很厲害的兵棋來說 如果你可以超價的很好的話 它其實感覺是非常滿滿的安心感 對 其實剛才上去是穩定的感覺 不是可怕 而是刺激 一般我們車子沒辦法趁今天加速到那樣 它轉彎直接就加速吹蕊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妳要不要轉 妳要不要轉 因為方向很不在我手上 所以我很緊張 是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像我們在這個甩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我不曉得你會遇到 就是我們甩大彎起來 然後接一個小直線 然後突然在變成伐甲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咚 這樣進去 丟進去的 對 我是被丟出去的感覺 太好玩了 可是做完之後除了刺激好玩以外 我覺得我跟佩服他們的操控車子的努力 下次還要再玩一次 OK 好啊 好啊 今天謝謝團隊 謝謝 等一下我的頻道完 OK 好 好 拜拜 拜拜